人生的第一套自住房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只要你能够付得起首付 都应该马上买 房子真的不只是四堵墙和一片屋顶 它是你梦想的寄托 它承载着你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大家好 我是Ricky 你的耳湾房地产投资顾问 很多朋友会问我 说我今年刚刚工作不久 我人生的第一套自住房该不该买 人生的第一套自住房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只要你能够付得起首付 都应该马上买 有人会问 为什么 现在的房贷利息这么高 我告诉你 那也别你付着租金 给别人还房贷要强很多 第二点 在过去30年 美国房地产贷款利息的平均利率是7.74% 现在还没有达到平均的标准 只是对比疫情的时候 稍微显得有点高 但实际上真的并不是很高 而且大家记得美国的房贷是可以随时进行refinance的 每当你发现市场上房贷利率下跌1%的时候 都值得大家去做一次refinance 我们每半年会帮我们所有的客户去看一下他的房贷的情况去给他一个合理的建议 第三点大家一定要考虑到通胀的因素 现在借钱以后还 随着美国的通胀持续的在高位徘徊 今天你向银行借5000块钱 20年以后 这5000块钱可能也就是现在购买力的一半 所以你现在把钱借到 以后再去慢慢还 随着你工资的不断增加 随着你收入的不断增加 你还款的压力会越来越小 而且房子是抵御通胀的 你房子的增值就会抵消掉你 持有现金所带来的资产的损失 而且如果大家还坚信房子是抵御通胀的 那么你尽早的持有房产 才能够更好的去抵御通胀 给你带来的资产的缩水 所以不畏何时不畏何地 如果你想买人生的第一套自住房 只要你能负得起首付 就去买 相信我没有错的 投资不是买和卖 谨慎认真来对待 我是Ricky 关注我获取更多房产投资信息 拜拜